今天外头天气状况还不错 不过提醒大家傍晚开始要变天了 受到了封面通过还有大陆冷气团的影响 明天礼拜四北部的高温会骤降10度 天气转为湿冷会一路冷到礼拜六 北台湾有可能出现11度的低温 舒爽宜人的天气 公园里好多人出来走走散步运动 不过从今天傍晚开始 封面接近大陆冷气团南下 民众可得有心理准备 明天的北台湾高温一口气会下降10度之多 北部还有宜花地区地位可能只有11到13度 花冬跟高平地区就是14到19度的一个情形 所以整个温度降幅是比较明显的 而且不只是冷 北部东半部和中南部山区还会下起阵雨 湿冷的天气出门记得带伞加外套 其他地区转为多云 冷气团的影响会一直持续到周六晚上 礼拜天之后天气会逐渐趋向稳定 一直到下周二整个天气都是各地大致上 都可以维持多云道景的天气 周末想安排外出 礼拜六天气还不稳定 礼拜天冷气团减弱 温度回升 雨势也会停歇 从事户外活动比较适合 有意外 的 谢谢大家